美国医学界又有新创举 继两年前完成全球第一例诛心移植手术之后 另一支医疗团队也成功将基因改造的诛肾脏植入人体 目前患者的免疫系统没有出现排斥现象 血压和生命体征稳定 医生形容这是医学领域的重大里程碑 如果诛肾继续良好运作 患者很快就能出院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 从装满冰块的冷藏箱中取出朱顺脏 接着便开始四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手术 这一名男性患者史莱曼今年62岁 罹患晚期肾衰竭 多年来一直和糖尿病高血压搏斗 早在2018年底 他曾接受人类的肾脏捐献 只可惜手术五年后功能便开始失效 迫使他去年又启动洗肾的生活 于是医生建议他接受诛肾移植 医学界认为 如果这类手术证明 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 将给成千上万的病人带来希望 这一次负责植入患者体内的猪肾 在手术前还需要经过非常繁杂的程序 包括基因编辑和改造 以及消除器官内可能导致人体感染的病毒等等 负责手术的外科医生之一 何景达夫表示 史莱曼在术后状况良好 相信朱肾可以在体内运作至少两年 就算之后出现肾衰竭 还是可以恢复洗肾 整个段句 assurance 则可可可不是 疾病者续签认疑 提出削痣的血流 中的果然 肊尽地凈交通 coração让因赻病乳 在打 support里面 anyup ico音 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美国目前有超过10万人 正在等待器官移植 其中需要肾脏移植的 排号患者最多 虽然这一次案例宣告成功 但医疗团队认为 还需要其他医学中心 为更多患者进行这类手术 才能进一步普及化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